政府六月底的時候就要把那個無線的烈味訊號關掉 你知道嗎 頻道 頻道我有聽到有看那個公告 頻道關掉要怎樣 不就不可以看 因為我這家是有種有線電視 不過我不知道政府現在說六月底 就要把那個類比訊號關起來 這樣會有影響嗎 其實我們因為國家的政策 所以我們為了要讓所有的市民朋友 一日來看電視的信號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國家的政策上面要把我們既的信號 這種類比訊號 我們台南地區全部是六月11號開始關掉 如果我們家人沒有證有線電視的朋友 可能就要注意 如果你現在所使用的這個電視機 是過期這種古機型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要加增這個資訊號 有辦法來收看到這個新的數位訊號 如果你處理 使用新的這種電視機的機型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煩惱了 所以直接讓我們大家為了未來 我們收看電視 不會再有好的品質和這個好的為民 所以我們國家的政策在六月11號開始 把我們南部地區既的類比訊號改掉 所以直接讓大家要注意 南天一刷電視公司提起 政府將在六月11號中到12點開始 關鍵到南地區沒有刷電視台的類比信號 到時尊用到天刷收看到傳統五台電視 這部消費者必須要加增到所有的機上和 但是收看到南天電視台的觀眾 最終是不會來收到影響 請收拾好可以來安心